不好意思,我還要等你 坐…喝茶… 剛才你在電話裡說 有辦法弄龍先生和趙處長 有什麼辦法? 當然,我明天就去南京告御狀 你真是救浩子 我親自上去,我不相信告不到姓趙 我們大家都被姓趙和姓龍的害 既然大家同坐一條船 你又上南京了,總之一切費用 我罷了 不用你罷了 只要你寫那張檢舉信就行了 檢舉信?什麼檢舉信? 就是檢舉姓龍跟姓趙勾結 拿到你母廳的事 那有沒有用? 當然有用 現在姓趙那個在南京開會 我們寫齊他的證據材料 去南京告他 那要不要我親自寫? 你怕什麼? 我已經找到幾個被姓龍害的人 寫去證據材料 不過他們沒有物證 你又不一樣 你的母廳還在那裡 別想太多了 來,筆和紙我都準備好了 我說,你寫 來吧 桂雄老闆 萬一你弄不成趙署長 我用白紙黑字被他拿著 他反過我,我就死定了 你怕什麼?南京上我會有人認識 如果我不認識人 我怎麼敢上去告御狀? 不怕告訴你 你明白嗎?這些材料是聖趙的死對頭 叫我寫的 南京那邊說 只要我們搞好材料 其他的事也不用你管了 我看過聖趙和聖龍 這次是死定了 有你這番話 幾大幾大,燒賣燒賣 好,一如寫 寫它 今天我天保佑我 真是那麼餓,你好 包東東,八哥 很久沒見你們兩個這麼開心 是不是有什麼喜事? 當然了 這個人逢喜事就精神爽了 不怕告訴你 天上人間沒有聽 就快就回到我手上了 是呀,那個龍先生搶了我們的母廳 他遲早就死給我們看 那真是值得恭喜你們 好… 謝謝… 霞之輩… 什麼事?這麼放棄心 這次…這次是大件事 阿吳老闆是火車站給人 斬食座嗎? 你怎麼說? 不是,知道誰做的嗎? 還用說,當然是聖龍 可以叫人做下阿吳老闆 還有,阿吳老闆去南京之前 就叫你寫一封檢舉信 檢舉梁先生和趙署長互相勾結 搶他母廳的嘛 是呀 是呀,那真是糟糕了 不過殺手不僅殺死龍老闆 還搶壞行李箱 我們的檢舉信也放在行李箱上 那龍先生拿到檢舉信 到時候也不知道怎麼會對付我們 哥哥,那怎麼辦? 總之就是糟糕也沒那麼糟糕了 我們這次被人老闆害死了 誰說? 二哥的信真的落在龍先生手上 他和趙署長肯定不會放過我們的 不…我們還是走老闆了 你怎麼能跑去哪兒呢? 正常是走掉磨想,是走不掉了妙 如果你現在走了 我們七十二間大院 他豈不是整天都要化賣? 我們什麼都沒有了 但是他斬得吳老闆 豈不是還斬得我們了? 不然他還是走吧 你別這麼瘋了 不然根本就殺了你吧? 炳哥 炳哥,阿姑 吳老闆的事情你知道了嗎? 我正想問你,韓太太 是,是否吳老闆被龍先生派人去 斬死了? 還不用問,除了他還有誰? 吳老闆帶著很多人寫的揭發信 打算去南京告他狀 誰知道被大龍先生知道了 就立刻被人斬死了 現在的信全都在他手上 糟了…這堂肯定是死武生 炳哥,你別告訴我,你有寫了嗎? 是呀,怪不得我不肯寫 現在最壞的吳老闆,經常送了我寫 阿萍,那天阿龍先生 到底知道有誰寫他的檢舉信嗎? 應該還不知道 如果知道的話,你們倆還在嗎? 那你怎麼知道? 因為阿龍先生急著去南京 跟趙主長回報,走的時候走得很急 把箱子放在辦公室鎖起來就走了 不過他說回來寫揭發信的人 一個都不會放過 炳哥…我們快點走路了 走到哪裡去了? 不是了,百姑、炳哥 你知道大龍先生那份人 什麼都做得出來的 我想你們應該出去比比好一點 是呀… 我們不能走的 你知道那個龍先生的 已經霸了那間武廳了 現在我們走了,他就用什麼 把那七夕家大院 那我們什麼身家都沒有了 炳哥,現在什麼時候了? 你還打算你的身家? 你的命重要還是你的身家重要? 是呀…炳哥 身家沒了可以找回來而已 但是命都沒了,就什麼都沒了 走吧… 我就是不睡了,總益了那個紅衣 難道我們等死了嗎? 慢著,阿萍,按照你這麼說 龍先生還沒知道 誰寫過揭發信 或者有彎轉,有得猛 怎麼猛 阿萍,我求你… 怎麼了?阿萍? 你救我們… 你救我們… 怎麼這麼做?跪下你求我阿萍? 你為什麼要這麼說? 你為什麼要這麼說? 阿萍…你快點再說吧 剛才你說,阿龍先生還不知道誰 他要揭發信 把箱子扔白骨殺你而已 我求求你幫忙 讓我靜靜偷我的信出來,不行吧 是呀…阿萍姐,那你就幫忙吧 畢竟是一場街坊,大家有共過事 幫忙吧 對了,阿萍哥,八姑 我不是不想幫你 我真的幫不了這個忙 因為你知道,大龍先生這個人 別說我現在靠他吃飯了 就算不是的話,我怎麼會惹他 阿萍姐,我不是叫你惹他 我叫你正點進去偷我的風 他怎麼會懷疑你呢 不行,他已經殺了一個 就不怕再殺多一個 我…我真的幫不了你們 不好意思 再見… 阿萍姐… 阿萍姐,走吧… 你… 好吧…找人幫,又不走 我們在這裡撕死了 我們…這個世界沒有人幫得到我們了 阿萍姐,唯有自己救自己吧 怎麼救 我記得了 我昨天經過天上人間武廳的時候 看到門口動了一個牌子 說什麼招聘那些清潔女工 我們叫阿香應聘進去做事 趁機偷我們這封信出來就行了 我去偷信?我不敢 阿香,你這次不敢也要做的 你知道嗎?這封信 關於我們全家的身家性命 如果你偷不回來 我們真的會混亂 是呀…阿香,你想想 如果你不幫忙偷的話 我們就要做黑衣,四圍去黑食 你想不想? 我聽黃太太說 那裡全都是打手和保鏢 如果我進去偷信,他們會打死我 那你不用這麼害怕 你是小女兒,他們怎麼會懷疑你 說你靜靜地偷 不是叫你告訴別人 我現在偷信的,是嗎? 是呀… 不敢 我告訴你,你不偷也可以 我就把你賣掉它 我們倆拿錢來走路,看你行不行 我警告你 你千萬別把我叫你偷信的事 告訴韓思丹 因為他現在是龍先生的人 要讓他知道,我們一鑊就熟了 不行,我不會讓你去的 韓叔說,如果偷不到信 龍先生會殺了他 就算你去了,萬一偷不到信 聖龍也是一樣會殺了他 他們倆婆娘要你去的話 那你去吧 那你去了,偷不偷得到 那就與你無關了 與我無關? 如果偷不到的話,並叔也會死的 他也不管你了 你管他這麼多,幹什麼? 你怎麼說?他也養得我這麼大 阿香,你別這麼傻了 你真的以為那封信 你想偷就能偷得到嗎? 你聽我說,好嗎? 你現在先進去看好一點 偷得到就偷 實在偷不到的話 他們夫妻倆自己會想辦法 只要這樣 阿香,你不用擔心 你不用擔心,以後你在那裡上班 我會在外面假裝等候陪著你 就算我不在的話 我也會叫我的朋友在外面看著你 法仔哥,如果沒有你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你放心,無論發生什麼事都好 我都會陪著你 這是談獻秉情 你一定要記住這幾個字 我保你大日,乖女兒 你一看見黃信鋒 在黃信鋒的左下角裡面 總之你看見黃信鋒左下角 有這四個字 你給我偷他回來,記得嗎? 黃信鋒左下角 是呀… 不過可能有很多黃信鋒 你認清這幾個字 如果拿錯了,只是幫了別人 我保你大日,乖女兒 如果我失敗了,你也沒口吃的 記得了嗎? 過來吧 就在這裡 我這裡有個規矩 凡人來這裡做事,要洗個熱液廁 要看看你的功勞表現和能力 再做下面的安排 對,這裡就是你做事的地方,做事吧 唐哥,炳福 阿響,你回來了? 是呀 你能否進去賣風室? 你有沒有拿到那封信? 沒有,他一定有規定 說新加入的工人要洗一個月的廁所 一個月? 糟了,趙主長和龍先生過幾天就回來了 是不是呢… 我都說你的辦法不行了 總是要叫他做,不可以的 不行也要想定他嘛 這個馬死落地走,知道嗎? 不要等死嘛 好,我有辦法 來,過來… 你明天安靜點點錢給你的公投 說炳哥考驚他 順便約他明天在後門見面 說我想求他多點關照你 總之想盡一切辦法 也要早日安排他進去掃辦公室 明天安靜點,你真聰明 有錢用得太多退網了,記住 敬哥,這個室來的搞得是新的 這個嗎? 哥哥,進來吧 這兒是老闆辦公室,小心點,做事 這兒是老闆辦公室,那些櫃子 總之凡是能打開的地方 你也認真地找清楚 好啊 你怎麼做事,弄得一大大大 快點救我 小心點 你打破東西嗎? 我不是想偷東西… 你怎麼做事的?自己手自己腳 你不用在這裡做了 沒用的,我花這麼多錢買通工頭 讓你去打掃辦公室 怎麼做我一天呢?被人趴出來 龍先生後夜就回來了,只有兩天時間 我告訴你,明天你再偷不到信 你不要回來見我 我還要賣掉你的技仔做老舉 你別以為我夫妻碎了,你有好日子 沒有我倆照著你 你做老舉只有做最下賤的人 只有我,他們看得這麼緊 我想偷,也偷不到,沒辦法 沒辦法…沒辦法就想辦法了 這麼大的人,你的腦子是來親的嗎? 這麼大,養得你這麼大,真沒用 浪費我這麼多米飯錢 做什麼都做不成 來…我教你了 明天下班之前 你靜靜地躲進辦公室的廁所裡 有人走光了,你就可以偷封信出來 如果前門有人守住 你就走到後門的門檻裡 放棄我,我就等你 那他怎麼出來? 拿封信就算了 人家就慢慢想辦法了 對了,如果他被人抓住 就當他小偷了 最多是要負責一牢 你們兩夫妻這麼說話都說得錯 都不是人 阿香,封信你別去偷了 讓我姓龍我回來,弄死他們好過 我也不想去 但如果我不去 他們就會賣我去忌宅 他們夠膽? 他們有什麼不夠膽? 我是他們買回來的妹妹 玉隨真板上,任人處之 但是他們既然要我去送食 還有什麼可以做不出的? 你不用擔心,至少我到時帶你走 現在外面這麼亂,你帶我走 我可以走到哪裡了 阿香,外面的世界這麼大 我們有手有腳,又何必怕我 如果我就這樣跟你走 那跟他們沒什麼分別? 那你有什麼打算? 唯有見步行步,說不定 我幸好可以偷回來 實在沒辦法的話 就按照你的方法去做 這樣好嗎? 廁所有沒有人? 有人,我關關門了 給你 他父親 我 她 是 過來 她 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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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信呢? 偷不了 是呀,真笨货,做的这么多事都做不到 你偷不了信,出来做什么呢? 你刚才说有鬼,我怕你跑出来了 鬼鬼鬼鬼… 鬼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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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 好, 走 你要我和你一起去會所偷信? 阿香, 你怎麼想的? 又炸蟹兩夫婦這樣逼你 你還拼命幫她幹什麼? 我不是幫她, 我是想偷一封信 可以為自己出一口氣 讓我們以後不用再欺負我 你就算偷了一封信 你真的以為她會感謝你, 感激你嗎? 過了幾天, 豈不是就像以前一樣嗎? 除非… 除非什麼? 除非他們肯寫保證書 你也說得對, 為你自己出一口氣 我們利用這次的機會 好敢教訓他們兩夫婦 你這麼說, 明天等我下班之前 你來後門找我 我再煎煎雞, 放你進去 不用這麼麻煩 找韓太太幫忙就行了 不行, 萬一連累了她 她失去工作是小事 如果被龍山知道 她以後賺錢也會很艱難 那倒是 想不到你想得比我還要周到 這次唯有靠我們自己, 希望一次搞定 我想, 出來了 別人走光了 冷了在哪兒 不 852人 甚麼… 想不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倆搞什麼鬼? 萍姐,裡面很猛,一整晚有響聲 什麼響聲? 是不是之前被老闆逼死那兩個母女 冤魂不散? 亂說,是不是有老鼠? 不像老鼠聲 拿個酒店桶來我去看看 你真的進去? 怎麼樣? 我真的看到兩個閃光的東西 很恐怖 萍姐,算了,現在在半夜 不如等天亮吧,到時候多點幾個人 才… 你們兩個真是生人不生膽 萍姐…不要呀,萍姐… 萍姐,小心點 萍姐,我去看看 你還不可以看看 你還不可以看嗎? 你還不可以看嗎? 我還不可以做 来 来 来 來… 韓斯蘭? 發仔? 阿香,韓斯蘭,快出來吧 阿香,是你,嚇死我了 你們怎麼會在這裡? 是不是包公叫你過來偷信? 你們有沒有用過腦袋? 就算偷信,你們怎麼走出去 外面有很多漢奸和保鑣 我知道,但是太子兵兩夫妻 如果我不斷逼阿香 說他偷不到信的話,就賣他去寄宅 不過現在是我和阿香自己想偷 他們都可以不理我 我以為自己出膽氣 一定要拿到這封信 但是這樣會不會連累了你? 是呀 現在什麼時候了?還在說這些話? 對了,那封信偷到了沒有? 還沒有,我們正在找你,你就進來了 大龍先生最喜歡把貴重物 放在中古人的櫃桶裡 你們去找找 記得找完之後擺好圓位 我現在出去引開一些人,救你們出去 小心點,知道嗎? 靈姐,嚇死人了嗎? 你知不知道,裡面的金衣室和洗手間 有人哭,不過打開門沒有人 那裡就是兩個母女,自殺的地方 我們這裡真的有鬼 怎麼樣?怎麼說的? 你們立刻要請個法師回來 千萬不能讓人知道我們這裡有鬼 不然我們很難做生意 知道嗎?快點去吧 現在去?不如等天亮吧 什麼天亮? 大白天讓人知道我們做法師 我們怎麼做生意? 你是否想讓人知道我們這裡有鬼? 快點去吧 而且多給他們一點錢 叫他們立刻過來 我現在立刻去 我和你去吧,你在這裡陪著萍姐 我自己去就行了 好 你醒吧,還睡覺 回來啦?阿向得美了 得什麼?我看你會死定了 阿向,可能被他們拘捕了 被人拘捕了?為什麼呢? 那個看奸說昨晚在母廳聽到有動靜 就告訴周平 周平今晚帶保鏢去守門口 不是吧?那個周平不幫我們就算了 還帶保鏢來抓人?你怕他不是嗎? 想抓到人就向龍先生腰肛 還要問嗎?這庭人是這樣的嘛 有奶便是娘 他當然是龍家的人,當然是幫著他 豈有此理等了,不該死了 好,天亮我就趕你走 還等天亮?快點收拾貴重物 走老闆吧 那阿向呢?我們自己的命也保不住 還顧著臭女兒,快點收拾貴重物 那不賣他了,他還很值錢的 賣他…最快我們走遲些 他賣了我兩個 快點… 你倆還不用當手點香嗎? 這裡有些錢是除了法事之外 我另外給你的 是這樣的,有些事想請你幫忙 請說… 是這樣的,我有兩個親戚 他就在鄉下出來的 來到省城,想見世面就來這裡看葉鬧 誰知道一不小心就困在裡面 你知道,我一個輔導人家 這些事,萬一讓老闆知道 那我就麻煩了,所以… 那你想我怎樣幫你幫忙? 我想請你找個方法帶走他 這樣嗎? 來,謝謝師傅,謝謝 周小姐 是 你看見鬼嗎? 是 是我 是你看見鬼嗎? 難怪了 你印堂發黑,走壞運一定是看見鬼 道長,那怎麼辦 那你又不用怕 有我嘛 你雙手握著香,向前面握著 是… 我不怕死,我怕鬼 是,這就對了 這就對了 這就對了 你又怕鬼,我又驅鬼 這就對了 那就是這樣 那你雙手握著香,向前面 你走過一點… 我告訴你們倆 我稍後作法的時候 你們會看到不應該看到的東西 那你不用怕,拍張雙眼吧 看到了,也不用怕 不用叫,這些只是浮雲而已 明白嗎? 明白… 我現在作法 你去哪兒? 你去哪兒? 咸魚,咸魚,咸魚,咸魚 你去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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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哪兒? 我們剛才在這裡聽到外面很多人聲 好像很多人一樣 我們倆害怕被人發現 就去廁所躲了一會兒吧 那些信怎麼樣?找到沒有? 找到了 找到了 那些東西放好原位了嗎? 都收拾好了 一定要放好原位 不然嘗試讓大龍先生知道死定 知道了 我已經跟道士說了 待會趁亂他做法事的時候 我靜靜悄悄地帶你出去,走 好 咖啡,走的走,殺吧 咖啡,咖啡,咖啡,咖啡 甚麼? 爛嫂 忍啊忍啊 大龍先生,大龍先生 嚇死我了 走… 兵方,上來這邊 百姑丙叔 你怎麼回不來? 對了,你不是被人抓了嗎? 我沒被人抓到 是韓太太幫我走出來的 韓太太? 那那一封信呢? 我有拿到 你拿到那一封信嗎? 是呀,他有了,你哥 拿出來,我來拿 那一封信呢? 什麼? 我明明放在一個袋子裡 你找清楚,放在另一個袋子 我幫你撐一下 我當時明明放在一個袋子裡 難道是我剛才走得太急 又跌在辦公室裡? 不是…不是吧? 那…這就被你累死了 你這臭女包 是不是你根本沒拿到信 就裝個大力騙我們 怕我們賣掉,是嗎? 不是,我真的拿到的 韓太太幫忙拿的 你不相信可以問她 問韓太太? 你這臭女包 你不是加上韓太太來騙我們嗎? 我沒有,封信我真的有拿到的 我沒有騙你們的 問題是你拿到封信就等於沒有拿 跌了進辦公室 又被農家撿回來 這次又被你氣死我們了 會累死我們,知道嗎? 不過想起來 封信又真的不跌在辦公室裡 那你想清楚就跌在哪裡了 是呀…想清楚一點 想… 你坐下了,喝杯叉車你慢慢想 我真是怕你,他怎麼這麼順暢 你…你用力去想吧 到底你哪條街跌的 是呀,想想 我當時跑出來 我又怕有人在後面追 然後我走過哪條街,都忘記了 你真沒用 回所回家只有兩條街而已 你走哪條街都忘記了 炳哥,你叫他用力去想也沒用 你也說只有兩條街嘛 那我們分頭去找 讓他想起來天都亮了 被人撿到也糟了 是呀… 快點把電動拆出來吧 我們分頭去找吧 我告訴你,臭女兒 這次封信找得回來又如何 如果找不到,你…你死吧 你死吧 炳哥,你怎麼在這裡找呢 你又說分頭去找呢 是呀,只有一個電腦嘛 那是黑漆漆的怎麼找呢 我們走快點,找快點吧 謝謝… 你死吧,你死吧 你死吧,你死吧 死吧,你死吧 你死吧,你死吧 你死吧,晚上不睡覺 幹什麼 關你什麼事,過著吧 沒有,你死吧 你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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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死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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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搞的? 你们两夫妻还是人? 阿香畅竟然是你的养女 你叫她偷東西? 你想推我去死? 你这么大声 我都没办法自始终之有办法 你知道了,你会相信很重要 如果比龙先生知道 我们是全家富貴的 是呀…如果兵哥没命 我和阿香也很淒涼 所以才唯有出此下策 你们两夫妻真是救了阴毒 你们这些人被龙先生弄死就对了 这封信我一定交给她 是呀… 你真是人,阿香哥哥 阿保你大了 我求求你了,阿保你废你了 是呀… 你不相信我吧 你们两夫妻挺懂得演戏的 省下吧 我还相信你们? 那我真是傻子了 老婆… 阿带哥哥 我有什么条件我答应你 你只给一封信就行了 是呀… 想拿一封信吗 可以 替害我,致向道歉 还有一下,寫一封保证书 保证以后不再欺負他 否则你知我怎么做 我知道… 行… 我…我们保证以后再不会租了阿香 是呀… 不會黑莫她 總是把她當為太公婆去服侍 是… 行嗎? 我先聽聽,快回去寫寶寵書 好… 來… 寫好了 好… 韓少爺,你幫忙看看 看他們有沒有出古惑 先看看 行,你剛才所說的也在上面 還有呢 對了,對不起 寶叔為了一條小子才會這樣做 我知道他難不下了你 我們以後不會這樣對你了 如果還會,保佑我下輩 邊牛邊馬 像你這樣,經常被人租賊 乖,乖 你的大恩、大德 我和阿炳哥都不會忘記 你就原諒我們吧 是… 我們派你吧 是的 原諒我們吧 原諒我們吧 好…